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体内酸性和碱性物质的主要来源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是正常饮食的话 产生多还是产减量呢 对肯定是产生的量要多于产减量 那么如果说一个同学特别喜欢吃肉 每顿饭都得吃肉 而他一个人基本以素食为主 你可以测算两个人血液的天气值 可能都维持在7.35到7.45之间 但是呢会有一点点差异 谁的血液这一只只会添于添酸呢 吃肉的同学 他的这一只只会 吃素的同学相比会添酸 而有的国外的一些医学工作者认为呢 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 因为他们就发现呢 就是当如果我们人体血液的病気值呢 每项低0.1的话 那么胰岛素的这个活性呢 就会下降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说耐性质病呢 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呢有一些肿瘤患者呢 在发现肿瘤之前呢 都会出现血液这一只只的降低 所以呢 有的学者就提供酸性体质的 是百病之源 然后根据这个学说的话 大家应该适当的调整一下 自己的饮食啊 增加对食物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那么来使我们体内 典性物质的含量增多 来维持身体的健康 那有的人也认为这个酸性体质呢 和很多亚健康的状态有关系 随着它地域值的下降 它会出现一些疲乏无力啊 反应迟钝啊 等等它会一些表现 好那刚才我们既然说了就是 每天我们正常人来讲 就可以产生大量的酸性 或者是一般产生多 对吧 就是产生大量的碳酸 和固定 多种调节酸碱平衡的机制 那有哪些呢 大家肯定在生理里面也学过啊 但是没有同一个系统来写 包括体液缓冲系统 肺、肾以及细胞内外的离子交换 主要是这四种调节机制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体液缓冲系统 Buffer system involves this fluid 那什么是缓冲系统呢 指的是这个缓冲系统当中呢 不仅含有一种物质 而是含有两种物质 包括什么弱酸 以及它所对用的弱酸碱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缓冲系统 能不能满足缓冲系统的这个要求 也就是碳酸氢盐缓冲系统 那么它由碳酸氢增和碳酸组成 那大家找找这里面的弱酸是谁 碳酸对吧 那么它所对用的弱酸盐呢 在细胞外大家讲它主要是什么 刚才我们还讲了 细胞外最主要的阳离子是钠离子 所以并有缓冲系统 在细胞外主要就是碳酸和碳酸氢 好这个满足有弱酸和碳酸盐解冲 我们看看鳞酸盐缓冲系统 鳞酸二清真 它可不可以解离出一个轻离子 可以对吧 所以它是碳酸 所以它是碳酸 而鳞酸清真呢 可以和一个轻离子结合 所以它是解 那么大家讲讲这个缓冲系统 主要存在于哪呢 细胞内 所以刚才我们也试习了 细胞内最主要的阴离子是鳞酸清真 所以在细胞内大家可以知道它的组成就是鳞酸二清钾和鳞酸清二钾 那么当然细胞外也有就是鳞酸二清钾和鳞酸清二钾来组成 蛋白质缓冲系统 这是它的酸性形式 可以解离出一个轻离子 那么它可以 左边这个蛋白质的阴离子 可以和轻离子结合 所以是碳 蛋白质缓冲系统 大家想想它应该主要存在于哪呢 对 有的同学说细胞内 对吧 细胞内最主要的阴影子 鳞酸清真和蛋白质的阴影子 所以它肯定是存在于细胞内的 那还有哪呢 细胞外液中的哪一个组分当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呢 血浆 对吧 大家也学过 血浆和组织间液的区别 它们血的定解质成分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区别就是毛细血管B 对蛋白质的通透性低 所以大分子的蛋白质是不能进入组织间隙的 所以这个在血浆当中呢 也是存在的 血红蛋白缓冲系统 这个是脱氧血红蛋白的酸性性虚 这是氧核血红蛋白的酸性性虚 左边都是它们所对应的碱 这个顾名思义它只存在于红细胞内 所以这就是我们体验当中所存在的四种缓冲系统 缓冲系统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毫无疑问就叫缓冲作用 那所谓的缓冲作用呢 就是既能够和酸起反应 又能够和碱起反应 使溶液的贴质值保持不变 或者呢只发生很少的变化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拿来一杯水 大家桌子上都有水 那如果我拿来一杯水 我直接往里面加浓盐酸的话 你再用贴质视纸去测一下 它的贴质值会怎样 变酸 对吧 肯定是明显的变酸 那如果我往里面加氢氧发烂 我往这个沉水里面加氢氧发烂 容乐氢氧发烂溶液 你再用贴质去视纸测一下 明显是天铁 但是如果是缓冲系统的话 如果我这个溶液呢 它不是纯水 它里面含有碳酸和碳酸氢钠 这两种物质的话 当我滴入农原酸的时候 原酸呢可以和这个缓冲系统里面的碳酸氢钠反应 深层氧氧钠和碳酸 所以我们看盐酸变成了什么 强酸变成了什么 弱酸 对吧 而且对我们人体而言呢 这个碳酸它又可以解雷藤水 和碳酸暗酸暗酸又被呼呼吸 所以呢 所以对缓冲系统而言 即使你加入农原酸 它的贴质值的波动 也不会像在群水里面加农原酸 发生一个剧烈变重 重理 如果我们往里面加填氧化纳的话 填氧化纳可以结合里面的弱酸 碳酸反应 增同碳酸氢钠和血 那么把一种强碳变成一种 碳酸要弱得多的 相对弱的一种碳酸物质 那么所以 反冲系统的作用呢 主要是防止当我们人体面临的酸或碱考验的时候 防止我们血液贴质值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波动 因为一旦小于7.35 都会发生酸症度 大于7.35 都会发生减重度 如果剧烈局偏离的正常范围 就会影响到很多的酶的活性 影响到细胞的代谢部阶 它的功能迅速形态结构 所以缓冲系统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碳酸氢连缓冲系统 那细胞外表是由碳酸和碳酸氢 来组成的 它的特点有哪些呢 一个就是缓冲能力强 因为在我们所讲的 四种缓冲系统当中 碳酸氢氢氢连缓冲系统 所占的量是50%左右 就占了整个体液缓冲系统的一半 所以它的含量非常丰富 缓冲能力也要强 也相对于其他的缓冲系统要强 那么它可以缓冲负定酸 像我们刚才讲的 硫酸 磷酸 药酸 有机酸 因为这些负定酸 都可以解离出氢离子 那么氢离子就可以和碳酸氢 反应 缓冲负定酸和碳 要除外碳酸氢针以外 其他的解禁运气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不能够缓冲挥发酸 碳酸氢针能和碳酸反应吗 不能 所以它的缺点 就是不能够缓冲挥发酸 不过也无所谓影响不大 因为挥发酸主要是 按照呼吸来进行调解的 所以它作为一个缓冲系统 已经很优秀了 那碳酸 氢根和碳酸的底值 决定了血液 天日值的高基 大家在生理里面都学过了 天日值等于PKa加烙 碳酸氢根底碳酸 那么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血液的天日值 主要是由于 碳酸物质碳酸氢根 和酸性物质碳酸的底值 来决定的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碳酸氢根是24毫无二每升 碳酸是1.2毫无二每升 所以它们的底值 是维持在20比1 那计算出来呢 就6.1加0.3乘7.4 这是一个均值 好 那么这个公式 除了告诉我们 碳酸氢根和碳酸的底值 决定了血液 PH值的高低以外 还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特点 大家想想 如果碳酸氢根溶定降低的时候 那我为了维持这个底值的正常 有什么办法呢 我要把这个贴地值厚的 就有什么办法呢 碳酸氢根已经下降了 当然我机体可以去恢复 碳酸氢根的容度 但是呢 这个功能只要靠顺畅来完成 需要几天的时间 那我想在短期间内 维持这个底值在正常范围之内 怎么办 把碳酸的能度 通过改变呼吸的强度 把碳酸的能度也给它降下来 所以只要我能够维持这个底值 在20比1 就可以使这底值 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绝对值的变化并不可怕 而绝对值的变化 并不是最关键的 我们关键的是要维持住这个底值 只要PG值不变 尽管你的绝对值都变了 只要PG值不变 酸碱就不变 细胞那个各种反应 还是可以顺利进行的 尽量通过维持这个底值 来防止PG值发生明显的波动 这是我们机体代行调节的一个大的趋势 另外碳酸清真和碳酸这个缓通系统当中的缓通物质 逆于鼓通或排出 那么碳酸我们知道很容易对吧 我呼吸稍微慢一些弱一些 多留一些二氧化碳在体内 碳酸容度就可以升上去 那么增强呼吸运动 二氧化碳排出多 碳酸容度就可以降低 那么碳酸清真的主要是靠肾脏来进行调节 那肾脏可以通过密清来重新收或者重新生成碳酸清真 所以是很容易补充或者是排出的 这是碳酸清延缓通系统的一些特别 那磷酸炎缓通系统 刚才我们说了 在细胞内主要是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 那它在细胞内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缓通作用 另外在肾脏后面我们会讲 肾脏是碳酸清纳的吸收和重新生成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磷酸炎缓通系统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详细地讲 那蛋白质缓通系统 无疑是在细胞内发挥很重要的缓通作用 因为血浆当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它也可以在血浆当中发挥缓通的作用 那血红蛋白缓通系统 它是铜细胞所特有的一个缓通系统 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缓通挥发酸方面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这个等我们讲到呼吸性酸中毒的时候 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呼吸系统主要是调节我们体内每种物质的含量 就是碳酸碳的含量 但是它的调节方式分成两种 是中枢调节和外周调节 那中枢调节呢 它主要是受到动漫学二氧化碳 更加身高的影响 那么由于二氧化碳它是一个脊溶性的分子 又没有极性 所以它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 当二氧化碳明显进入脑极液当中 它可以和水结合生成碳酸 碳酸呢又解离出了氢离子 那么氢离子的增高 可以刺激中枢的化学感生器 然后引起呼吸中枢的兴奋 那呼吸中枢兴奋之后 它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呼吸机的运动增强 然后呼吸加深加快 调节量增加频率加快 使二氧化碳的排出增多 那么在这儿要强调一下 像中枢的化学感受器 它是不是直接感受 二氧化碳增压的升高呢 不是啊 它是感受氢离子浓度的升高 是二氧化碳增多 泥酸进入脑极液当中 和水结合形成碳酸 然后碳酸液解离出的氢离子增多 才刺激的中枢晃节感生器 这是中枢调节的方式 那么但是呢 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 叫二氧化碳麻醉 这个概念大家要记住 我跟大家说需要记住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二氧化碳麻醉 它的把奥西化碳和水 因为大家最后考试的时候 去出因此解释是英文的 就是大家要看到这个英文单词之后 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用中文来进行解释 所以以前有的时候我们考的时候 不知道不认识 因为大家可能不经常认识那词 所以不认识 所以大家注意把它生命的英文 也记住 它本 在奥西化碳 那是抗写 是指二氧化碳麻醉 但是也大家在呼吸缺解的时候 也可能还会再讲 那它指的是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那它是如何产生抑制作用的呢 后面我们也还会再讲到 就二氧化碳呢 它有一个直接的扩血管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扩张脑血管 使脑血流量增加 可以免起颅内压的升高 另外就是二氧化碳大量的泥散 进入脑基液当中 是氢离子的浓度升高 是这个脑基液当中 氢离子浓度升高 就PH值那偏酸之后 会影响到脑细胞的代谢等等 各个方面的功能 所以使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当然也会抑制呼吸中枢了 所以当二氧化碳 你高于40毫米拱柱 但是不到80毫米拱柱的时候 是刺激中枢的化学感受器 但是当高于80毫米拱柱之后 由于对整个中枢神经系统 包括心血管运动中枢 以及呼吸中枢的抑制 所以它的二氧化碳麻醉发生以后 它的呼吸反而会受到抑制 另外就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外周调节 哪些因素呢 像后面我们学到的缺氧 动脉缺氧分压降低 偏日值的降低 以及动脉学二氧化碳分压的升高 这些刺激呢 都可以刺激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的 外周化学感受器 然后传入神经中枢 传入呼吸中枢 呼吸中枢呢 发出的几例 最终呢 使肺的通气量增多 增加氧气的摄入 以及二氧化碳的呼出 所以呢 外周的刺激因素 和中枢的刺激因素呢 略有不同 大家将来做这个 法氧性缺氧的动物实验 给这个加兔连上一个 缺氧瓶之后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它的呼吸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明显的 加深加快 或者我们在复制这个 代谢性酸中毒模型的时候 也要注意观察一下 它呼吸的改变 是不是变得非常的急促 那么都是由于这些因素呢 对外周化学感受器的刺激 所引起的 好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肾脏的调节 肾脏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调节酸碱平衡当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包括排泄固定酸 维持血浆碳酸清根的浓度 大家学过肾脏功能衰竭吗 学过一点 所以肾脏功能衰竭的患者 不管急性还是慢性 它都会出现一种酸碱平衡的稳断 是什么 就是代谢性酸中毒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肾脏 排酸 保碱的作用 障碍 肾脏的主要作用 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 调节酸碱平衡的作用 就是排酸 保碱 那么当肾功能障碍的时候 不能排除酸性物质 不能保留碱性物质 那当然会造成 代谢性酸中毒的发生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肾脏的排酸 保碱的作用 体现在每几个方面 我们都知道这个血浆当中的 水和电解质呢 都要经过肾小球滤过 到肾小管当中 形成原样 对吧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包含了 我们血浆当中 主要的碱性物质 碳酸氢钠呢 包括对吧 就是钠里几个碳酸氢跟钠 都要经过肾小球滤过 到肾小管当中 形成原样 如果说我的肾小管 没有相应的重吸收的机制 把这个钠里子 碳酸氢钠给它重吸收回来的话 大家想想 我们每天 尿液当中 就会排出大量的碱性物质 这个人很快就 酸中毒就over了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 为什么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近区小管和远区小管呢 存在着碳酸氢钠 重吸收的机制 就是要把从肾小球滤过的这些碳酸氢呢 全部重吸收回来 防止它的丢失 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大家不要记 就听一下 在近区小管上皮细胞内 水和二氧化碳 在碳酸单酶的催化下 生成碳酸 那么碳酸呢 又解离出氢离子和碳酸氢根 那这是通过 肾小球滤座的 到肾小管管腔里面的碳酸氢啊 那么这个氢离子和钠离子呢 可以通过钠氢交换蛋白的方式 来进行交换 就是氢离子到管腔 钠离子呢 到近区小管的上皮细胞 那么钠离子呢 又通过它的转运蛋白 转运到肾血管当中 碳酸氢根呢 通过它自己的转运蛋白呢 转运到肾血管当中去 那这个氢离子怎么办呢 随移到肾小管管腔当中的氢离子 和氯过的碳酸氢根结合 生成碳酸 而碳酸呢 又重新解离成水和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通过泥酸的作用 又重新回到近区小管上皮细胞当中去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氢离子 它的一个净效应 每分泌出一个氢离子 就是在管腔侧 每项管腔侧 分泌一个氢离子 大家可以看看血管侧 有什么变化呢 就会有一分子的碳酸氢 被重吸收入血 那看看这个氢离子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被排出体外 以什么形式 水 对吧 它既然是中性的水的形式 就说明 这种重吸收 不会对我们药液的皮细质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近区小管通过这种方式 重吸收 滤出的碳酸氢钠的90%左右 那另外10%呢 就由远区小管来重吸收 那么它的过程也很相似 水和二氧化碳 在碳酸肝酶的作用下 生成碳酸 碳酸解离出氢离子 和碳酸氢根 那么它主要是分泌的方式不同 刚才是通过纳氢交换蛋白 而在远区小管上的细胞呢 它是通过氢ATP酶 也就是所说的质子泵 把这个氢离子呢 泵到身脚管管腔当中 那么纳离子呢 通过它自己的一些转运的机制呢 被转运回远区小管上的细胞 再转运回血液当中 那么碳酸氢根呢 也通过它的转运机制呢 被转运到血管当中去 同样氢离子和碳酸氢根结合 生成碳酸 碳酸解离成水光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重新泌散回去 所以远区小管上体细胞 重吸收碳酸氢钠的机制 很类似 远区小管上体细胞 每向顺小管管腔当中 迸出一个氢离子 那么在肾血管这一侧呢 就有一分子的碳酸氢钠 被重吸收入血 那么这个氢离子 同样也是以水的形式 排除体外 所以这种碳酸氢钠的重吸收呢 对尿液PS值的改变影响不大 那么通过远区小管和近区小管的 不同的工作 几乎可以把滤过的碳酸氢钠 全部都重吸收回血液当中去 这种是防止碳酸氢钠的丢失 但是有的时候呢 刚才我说有的人他很喜欢吃肉啊 那他体内酸性物质生成的量很多 那如果生成了硫酸锅 硫酸可以解离出两个氢离子 这两个氢离子就必然要怎样 消耗掉两个碳酸氢针 对吧 为了防止血液可以一直的剧烈波动 那碳酸氢针就要来进行缓冲 要消耗掉两分子的碳酸氢针 这样你想想 你血浆当中碳酸氢针是不是少了 那怎么办呢 还要通过肾脏来完成 就是通过所谓的磷酸盐的酸化和氨的分泌 那我们来看看磷酸盐酸化的过程 它主要是在集合管的上皮细胞 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 碳酸解离出氢离子和氢氢针 那么同样氢离子通过质子泵 被分泌到管腔当中去 那么通过管腔滤过的细胞外液当中的 磷酸氢二钠中的一个钠离子 通过它的转运机制 转运到集合管上皮细胞 又转运回肾血管当中 那碳酸氢针通过它的转运机制 也是进入到血液当中去 这个钠离子不是少了一个钠离子吗 那么它们减少的重新收的这个钠离子被谁替代呢 被氢离子替代 就生成了磷酸二钦 这个磷酸二钦钠的形式排出物体外 所以磷酸二钦钠它是一种相对于是一种酸性的物质 所以通过磷酸盐的酸化 这个时候尿液的质值呢 就可以向酸的方向去转变 因为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 大家如果去医院和校医院测一下尿液的质值值 一般都是偏酸的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进食的食物都会产酸 所以我们要通过肾脏把这些酸性的产物给它排出去 那么这就是尿液的酸化 所以这是磷酸盐的酸化 是尿液酸化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那总结一下这个过程 每分泌一个氢离子 那么大家想是重吸收一个碳酸氢呢 还是重新生成的一个碳酸氢呢 重新生成的对吧 而不是说管腔滤过的我重吸收了 而是重新生成的一分子的碳酸氢呢 那么这个氢离子呢 以磷酸性的磷酸二氢纳的形式排出体外 那么通过重新生成碳酸氢呢 我们可以补充由于产生过多的酸性物质 所引起的碳酸氢纳的一个消耗 那如果 但因为我们体外的这个氢酸二氢纳的量是有限的 那如果还不够 因为你这个胡吃海塞的 就是很长时间了 这酸性物质产生的太多 碳酸氢纳的消耗太多 这些氢酸氢二氢已经全部被酸化 那怎么办呢 就得靠氨根离子的这个排泄 那它指的是骨氨鲜氨呢 最终分解可以生成这个氨根离子和碳酸氢根 那么通过氨根离子和钠离子的交换蛋白 把氨根离子分泌到尿液当中去 把钠离子呢 重吸收回进去小管上去细胞 然后碳酸氢纳呢 被重吸收入血 所以同样就是每分泌出一个氢离子 这个氢离子是以氨根离子的形式分泌出来的 就会重新生成一分子的碳酸氢纳 而且呢 当酸中毒的程度越严重 那么骨氨鲜氨的分解过程会越快 为什么我要通过这种机制来进一步的排酸保减 那么在集合管的上皮细胞也会出现氨的分泌 那它也是解离出来的这个氢离子呢 这个氢离子是以质子泵的形式分泌到管腔当中 而集合管上皮细胞呢 通过骨氨纤氨的分解也可以生成这个氨 那么氨分泌到管腔当中 和这个氢离子结合生成氨根离子 那么碳酸氢根被重吸收入血 我这里没画就这个氨离子呢 这个也被重吸收入血 同样就是每分泌一个氨根离子 会有一分子的碳酸氢钠被重吸收入血 那么这个氨的分泌也是补充碳酸氢钠的消耗 促进酸性物质的排出排酸保减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肾脏调节的特点 进驱小管和远驱小管通过密清 以及重吸收经肾小球滤过的碳酸氢钠 进驱小管重吸收90% 远驱小管重吸收10% 以防止碳酸氢钠的丢失 我们人体所固有的这些碳酸氢钠的丢失 通过磷酸盐的酸化和密氨来生成新的碳酸氢钠 以补充碳酸氢钠的不足 就当你体内碳酸氢钠过度消耗的时候 就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补充碳酸氢钠的不足 酸中毒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这些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酶 比如碳酸针酶 就催化水货氧化碳 结合生成碳酸的碳酸针酶酶 像古胺鲜胺酶酶酶 像氢离子ATP酶 就是质子泵 以及钠氢交换蛋白 钠氨离子交换蛋白 这些蛋白的活性都是增强的 所以会出现蜜氢 以及重吸收碳酸氢针的增多 那么相反 减中毒的时候 这些酶的活性受到抑制 那么蜜氢减少 重吸收的碳酸氢钠也减少 这就是肾脏调节的课 好 那上节课我们讲了 这个调节 我们人体调节酸碱平衡的机具 当中的体液缓冲系统 呼吸系统 肾脏的调节 还有呢 就是细胞内外的离子交换 这个主要是指的一个 氢离子和钾离子的交换 大家在讲高甲或低甲的时候 讲过了吗 就是钾 钾是 它的生理功能里面有一个 就是可以参与调节 酸碱平衡 主要就指的是 钾离子的这个特点 它可以和氢离子进行交换 比如说 当细胞外氢离子浓度升高 也就是酸中毒的时候 氢离子可以向细胞内转移 那作为交换 因为细胞外少了一个氧离子 那作为交换谁呢 细胞内最主要的氧离子是什么 钾 对吧 既然你这个 钾离子的量多 那就你吧 钾离子本来就少 那就不能通过钾离子来进行交换 那就钾离子出来 来和氢离子交换 这样虽然细胞外的酸中毒会有所减轻 但是又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血钾的升高 这就是细胞内外的离子交换 主要指的氢离子和钾离子的交换 好 那么这四种酸减平衡的调节方式 我们来做一下比较 我们以细胞外的这种固定酸增多为例 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体内 比如说硫酸或者尿酸 有积酸升高的时候 谁先打头阵呢 你这些产生的酸性物质 是不是要先进到血里面去 所以血浆反通系统 是得发挥到一个 起到一个先锋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它的动员是最迅速的 但是作用并不持久 因为我们血浆当中缓通物质的量是一定的 所以作用不会很持久 另外一个比较快的机制 刚才有同学也说了 呼吸调节 对吧 因为氢离子增多 可以刺激外周的化学感受器 引起呼吸中心的兴奋 来增加二氧化碳的辜出 那么这个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开始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不能缓通固定酸 当固定酸增多的 碳酸 就是它只能调节体内碳酸的浓度 当固定酸增加的时候 是不能通过肺来呼出的 这是呼吸系统的调节 那细胞之后呢 几个小时之内 可以出现细胞内外的一个离子交换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氢离子和钾离子的交换 但是它的缺点呢 容易引起血甲浓度的改变 而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甲低血甲 对于神经肌肉的兴奋性 以及心肌的变生力都有影响 尤其像高血甲 对心脏的毒性非常的严重 另外肾脏 肾脏是几天之后 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它的主要作用是排酸保检 它的效率很高 虽然起效慢 但是效率高 而且作用持久 不要你肾脏没有问题 这个代偿作用呢 就可以一举的发挥下去 那大家将来在做 这个酸碱平衡的实验的时候 要注意啊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组同学呢 会复制一个 耳元静脉注射磷酸二氢钠 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磷酸二氢钠到体内 可以分解出氢离子 对吧 那么氢离子增多呢 首先是通过 碳酸氢针和氢离子反应 来进行缓通的 那么很快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出现 呼吸系统的代偿调节 这个组的同学 怕这个兔子挣扎什么 他就用手使劲 把他的胸腔给他按住 因为大家要做颈动脉插管 和这个下肢的鼓动脉插管 所以 谢谢大家